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花旗日前预计,半导体三巨头台积电、三星和英特尔即将公布的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将呈现积极态势。 这将为全球晶圆厂设备WFE市场注入强劲动能。 该行维持半导体设备行业正处于第二阶段上行周期的判断,并认为,2026年全球WFE支出正朝着其乐观情景下的1260亿美元迈进,高于基准预测的1150亿美元。 花旗在1月上旬发表的言报中指出,预计台积电将把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设定在460亿至480亿美元区间,英特尔资本开支将趋于稳定,而三星则可能追随美光的扩产步伐上调投资。 三家公司合计占花旗2026年全球WFE支出模型的约59%,其资本开支动向对整个半导体设备产业链具有风向标意义。 花旗分析师Boutif Malik在报告中表示,三巨头更高水平的资本开支将与更高的增长机遇相关联。 该行基准模型,假设2026年LAND记忆体晶片设备支出增长30%,D-RAM增长12%,前端罗技晶片增长6%。 英特尔方面资本开支将其稳,后端客户管线改善提供支撑。 花旗预计,英特尔2026年资本开支将趋于稳定,主要受益于代工业务, 特别是后端客户管线的改善。 该行模型显示,英特尔2025年和2026年资本开支分别为18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。 而FactSide数据,市场预期分别为17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。 英特尔预计在1月下旬每股盘后公布财报。 该公司在去年10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,维持2025年总资本开支为180亿美元的指引, 并预计2026年资本开支约为160亿美元。 花旗的预测显示,尽管英特尔2026年资本开支较2025年有所下降, 但随着代工业务客户管线的改善,特别是后端封装业务的增长, 资本开支水平将趋于稳定而非继续大幅下滑。 这对于正在推进IDM2.0战略和代工业务转型的英特尔而言是积极讯号。 三星电子方面资本开支存在上调空间, 美光大幅增资提供参照。 花旗认为,三星2026年资本开支存在上行空间, 主要依据是竞争对手美光大幅上调了资本开支指引。 三星预计在1月底美股盘后公布财报, 但该公司通常不会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提供具体的资本开支指引。 不过,三星管理层此前表示, 公司对2026年资本开支保持灵活态度, 将根据AI需求的增长按需增加投资。 这一表态为资本开支上调留下了空间。 花旗特别指出, 美光在2025年12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, 将截至2026年8月的2026财年, 竟资本开支从此前的180亿美元上调至200亿美元, 同比增长45%, 其中建设资本开支几乎翻倍。 美光还表示, 2027财年资本开支也将继续增长。 作为与三星在记忆体晶片市场直接竞争的对手, 美光的大幅扩产举措可能促使三星采取相应行动, 以维持市场地位。 花旗认为, 三星的资本开支决策将与美光的表态保持一致。 台积电方面资本开支获达恐怖的470亿美元, 全年存在上调空间。 花旗预计台积电在1月中旬每股盘前公布的财报中, 将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设定在460亿至480亿美元区间, 并可能在年内进一步上调。 该行自身模型预测台积电2026年资本开支为470亿美元, 且存在额外上行潜力。 根据花旗与投资者的沟通, 市场对台积电2026年资本开支的预期约为500亿美元。 这一预期高于花旗的初步预测区间, 显示市场对台积电扩产力度持乐观态度。 台积电在去年10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, 已将2025年资本开支区间从此前的380亿至420亿美元, 收窄至400亿至420亿美元。 管理层当时表示, 更高水平的资本开支始终与更高的增长基于相关联, 这为2026年进一步提升投资规模埋下伏笔。 另外,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表示, 辉达最新推出的Rubin平台, 是目前史上最强的运算晶片, 并为辉达带来庞大业无量。 他并预告, 由于辉达新平台晶片接单热络, 主力代工厂台积电将迎来显著成长的一年。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2026年初起开跑, 黄仁勋提前端出辉达最新Rubin平台AI晶片, 为鸿海广达协力厂后市带来强劲动能之后, 立即举行媒体及分析师对谈活动, 提前为台积电法说会释出好消息。 黄仁勋表示, 辉达目前在Rubin平台已成功获得庞大订单, 加上既有GB300仍会有显著需求, 辉达与晶圆代工伙伴台积电团队每天都在密切开会, 因此看好台积电今年有机会迎来显著成长的一年。 辉达最新Rubin平台已成市场关注焦点, 外界询问Rubin有何强大之处? 黄仁勋说明, Rubin平台整合了六款运算晶片, 当中包含GPU的Rubin, CPU的Vera, 以及以太网络平台Spectrum 6, Bluefield for GPU等, 这是一款前所未有的最强运算晶片平台。 他说, 辉达过去从未整合完全不同应用的晶片在同一颗产品, 为此导入最先进制程及封装技术, 因此也会与台积电持续联手推进半导体技术成长。 黄仁勋补充, 72颗GPU分布在9个交换器托盘Switch Tray, 会达让这9个托盘当中的72个GPU都可相互支援, 以及独立运算, 例如有颗GPU或有个托盘硬体需要更新, 其他硬体仍可持续运作, 这也是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, 但辉达在当前AI硬体当中持续向新技术革新。 黄仁勋说, 辉达与台积电合作长达近30年, 非常感激台积电团队的持续支持, 他们台积电员工都相当努力工作, 未来双边仍将持续保持密切往来, 共同冲刺AI世代的晶片商机。 辉达最新Ruben平台主要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, 搭配Co-Zell先进封装制程。 业界传出, 辉达持续力推NVL72运算技术, 代表云端服务供应商CSP的采购基本单元, 从72颗Rubin GPU, 32颗Bara CPU起跳, 数量大幅成长, 带往辉达台积电今年营运持续冲高。 法人看好, Rubin商机不仅有望为台积电带来显著成长动能, 日月光投控, 晶圆电等相关风测厂, 以及旺锡、 银外等探针卡及测试所供应商也将沾光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